国内疫情严峻引爆了不少在台湾念书的外籍学生回国潮 其中更以疫情最严重的新北地区学校最为明显 像是淡江大学短短一个月内就有多达168名境外生申请出境 另外福仁大学也有200多名学生申请离台 此外呢包括了台师大、真理大学、台北大学也都出现了相同的情况 学生离台的比率平均在一到三成左右 就怕台湾的疫情持续扩大 未来如果这些境外生无法返台 校方担心恐怕会再掀起另外一波退学潮 防护一包紧紧推着大包小包夹档 学生急着返乡离台 就是因为看到这波疫情不见好转 全台大转院校的境外生爆发离境潮 在他的宿舍或在他家里远都在上课 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差别的 那个感觉到台湾的疫情现在感觉蛮紧张的 他们有可能家里面也就会想说让他们早点回去 因为上北的部分比较就稍微比较严峻 那所以有的同学会认为他们的国家如果比较安全 那他们就会就会回去他们的国家 学生离台以疫情最为严重的新北学校最为明显 尤其淡江大学全校陆生261人 乔生776人再加上外国学生 共计1718名境外生中短短一个月内就有168名学生急着申请出境 辅仁大学也爆出境外生出走潮 全校363名陆生乔生479人 已经有三成学生申请出境返乡 校方统计离台比例均与陆生最多 主要是希望能返乡打疫苗 但就怕国内疫情严峻 在离境潮之后恐怕再陷退学潮 如果说这个远去学习对他们来讲 如果说很不方便 或者说譬如说他家里的网络不好 那当然就有可能会学修学 有这种情况吧 远去教学能撑多久 各大专院校也都怒在带 疫情再见不到曙光 境外生宣称到台念书的意愿恐怕会越来越低 借台北综合报道